如果在20年前 就是千禧年之前 第四期通通不治疗 大概平均就是4到6个月 超过一年的机会大概10% 后来慢慢有药物治疗 超过一年的机会 可能有化学治疗的时候 第三代的可以到40% 那就比较高兴了 那已经多四倍了 那慢慢等到有 那都是一年 一年而已 你刚才讲的是五年的 不是自愈 因为我们一般讲 所谓的存活率是用五年来算 所以非常凶 都用一年来算 健康资讯众说纷纭什么才对 不妨聆听梁医的双重观点 带您轻松辨别健康知识 欢迎收听健康问梁医 欢迎收听健康问梁医 我是主持人梁医健康网的编辑陈婉欣 在我身旁是客座主持人医学权威的陈宝仁医师 嗨大家好 我是宝仁医师 宝荣哥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其实分享过蛮多名人 其实曾经罹患过肺癌嘛对不对 对 名人不太好听起来被你讲 名人很为生病啊 名人艺人 就是有一些名人艺人啊 对啊 但其实还好最近有一个新的治疗性趋势 就是基因检测 没错 他其实对于肺癌的治疗跟防治 其实大有帮助啦 但其实因为肺癌 我们之前有讲过啊 他的初期症状蛮不明显的 所以可能一检测下来都是末期嘛 其实很多病的初期症状都很不明显啊 对啊 就是因为他的初期症状不明显 然后可能一发现都是肺癌末期 那我就想问啊 那这时候如果花钱检测 到底还来不来得及 所以今天这期我们特别邀请到 胸腔内科权威大领慈济副院长 赖俊良医师来带大家聊聊 肺癌末期所面临的状况跟治疗的方式 大家好 我是大领慈济医院 胸腔内科赖俊良医师 是 非常欢迎赖副院长 刚刚我跟他聊了一下 在大领慈济医院 其实他有很多的治疗经验 以前肺癌我们都聊到什么 空污 但是呢 在大领那么乡下的地方 好像也蛮多的 不过我觉得肺癌比较特别 我们已经聊了好多集肺癌 肺癌已经连续三年 残联的台湾十大癌症死因的第一名 所谓癌症也有三高 肺癌就是三高 什么叫三高 死亡率最高 费用最高 还有他发现的时候 是比较晚期或末期的比例 是最高的 所以我特别这边想请赖副 来提供一下意见 为什么肺癌的末期 到底可怕在哪里 所有癌症末期 我知道都可怕 可是肺癌是不是 特别让人家觉得 晚期有哪些感觉呢 好 我得要先澄清 就是肺癌的第四期 虽然是最后一期 他没有一定是末期 在现在来讲 末期我们认为是你已经没有什么治疗的希望 所以大概剩六个月 可是我们第四期的肺癌 在现今来讲是还有很多的治疗机会 不过他还是非常可怕 为什么 因为大家知道如果癌症到了第四期 那他到处转移会有很多的症状 那肺癌在第四期转移之后的症状 其实是令人比较辛苦或痛苦的 所以这个会让人家觉得比较可怕 包含很喘 然后很痛 或意识整个不清楚等等 那可是除了这个以外 那肺癌还可怕的地方 是因为你很难发现它 所以第四期这么不舒服 可是大部分诊断又是第四期 所以你就会觉得它真的非常的可怕 那肺癌是一个非常早就会转移的一个疾病 所以 他比较早转移是 所以他是跳级生 因为我们副产科某些癌 通常我们比较乖 我们是按部就班 一级二级慢慢走出去比较多 你们肺癌比较容易偷跑就对了 他一出去就出去了 他不是像 比如我最常比喻是 肝癌 肝癌常常一直大 就是在原来的肝脏 他老死都不出去 那肺癌他很喜欢乱跑 所以他稍微成型之后 他很快具备可以转移的能力 所以就会跑出去 所以我们很难发现它 这是第二个可怕的地方 第三个是 在以往其实真的没有很好的治疗 所以这也是让人家会觉得很恐怖 你很难想象 你的好朋友再过半年 你可能就再也看不到它 或者是你真的自己发现是第四期的时候 你很快都还没准备好 还没交代好 你就可能来不及了 所以这是让人家觉得非常可怕 因为以前我听到过 我以前因为我也是富癌科出生 我常常讲 癌症本身原发部位很少死人 肺癌比较特别 但是通常是卡到哪里 哪里死 脑袋死 肺如果积水 就有一些积水呼吸困难的问题 像我们富产科都是 到别的地方才会死 你在原发处就很多不舒服 我为什么聊这个 可能大家不了解 有时候我们这个节目就聊一些健康概念 因为肺其实它是一个大的入口网站 我们其实肺是很重要的免疫器官 它像一个大滤网 那是不是因为在那边 所以它本来是要防别人的 自己偷跑也很快呢 肺癌是不是有这种特性 肺癌其实 因为我们在讲转移它有很多能力是后来得到的 但是如果以肿瘤的理论 它是有种子跟土壤 所以它一定要有些地方是适合它长的 那偏偏很多地方都让它长得很好 比如说同样的肺的部分 肝脏骨头脑部 脑部是因为它可以躲着 像发空洞一样 那还有肾上线等等这些 它一旦到那边其实你要杀它就很难 因为那个这几个部分 血液都非常丰富 营养也非常丰富 对找不到目标 那我就想问了 就是临床上面 就是医师你有没有遇过 这是一些肺癌末期的症状 这是有什么状况吗 对大家其实最常听到就是 我怎么好像没有怎么样 就发现是第四期 那是算是比较早的第四期 那肺癌会有什么症状 我们把它分成三大雷 一个是它局部在肺部造成的症状 除了一般的咳嗽 咳血 那它可能会压迫 所以压迫有时候会 比如说上降经脉去压迫到 肢气管去堵塞到 它可能会气喘 那它有可能积水 所以就刚刚主持人讲的 那它就会喘起来 那接下来就是转移的症状 所以看转移到哪里 那可能转移到脑部 它很类似中风 那转移到骨头 它可能就会有一些疼痛的症状出来 所以看转移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肺癌比较特别 它常常会有一些所谓的负肿瘤症候群 负肿瘤症候群是跟它的组织形态有关系 不同的肺癌 它有各自的负肿瘤症候群 比如说它可能像肺瘤癌 它很容易就高血盖 那小细胞肺癌 它很多有一些神经内分泌的问题 那还有肺腺癌 那最常见的其实就是一些血酸的问题 这边随便补充一下 其实大家以为癌症只有一种 其实癌症不止像丝丝有三种 起码很复杂 像肺癌 刚刚赖副提到 就是说肺癌不是只有癌症本身 它有时候还会分泌某些 说荷尔蒙也可以说某些影响 所以它会表现出 这个癌症肿瘤以外的特性 我想问一下赖副啊 你临床上看过 你觉得最扯 你没有想过这个是肺癌 最后是肺癌的症状 这个考验你一下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因为其实我很喜欢风飞飞 你知道风飞飞那时候 都还在准备要唱演唱会 突然唱得不太好 唱不好 结果后来就肺癌 然后一阵子就走掉了 所以我不知道肺癌 比较特别的 因为我们常常有时候现在脸书太方便了 常常门口朋友还去运动 隔半年突然就发谱文 就后来试下去了解 很多常常是肺癌 他就只是腰酸 就后来是骨折了 就发现是骨头转移 突然的脑出血 就发现以为是脑瘤 结果是肺癌转移到脑 这两个我是常听到 我不知道赖富林的经验上 有没有你觉得比较特别的 这个例子其实是蛮多的 如果说要觉得 让我觉得很惊讶的 比如说在短时间 皮肤忽然整个颜色都变了 皮肤变也是肺癌 他有的忽然整个都变黑斑出来 也有整个都变白斑出来 那还有 那我跟您其实病人一头脑脑 对所以我说 你会问我说比较少见的 比较印象深刻一定比较少 那比如说声音哑调 这个大部分人都会觉得是 如果是医师都知道 或者是他可能 以癌症来讲 就是左边的反候神经压道 生态麻痹 那我们有碰过去查都查没有 然后甚至还去做生态的整形 那后来才发现是脑膜的转移 脑膜转移 然后他那部分就会刚好造成 生态人麻痹 所以他不是生态 是他上游长官脑出问题 对 我们最近血栓也碰到罕见的 就是他不是一般的手或脚的 这种血栓 他直接在心脏里面 心室里面发生血栓 那这是另外一个 我们在所谓讲的嫁妆症候群 他也是一个可能 嫁妆症候群 这要嫁妆症候群 顺便帮听众科普一下 那个赖富 嫁妆症候群意思是什么 就是买一送一吗 顺便送你的意思 没有没有 其实嫁妆症候群 这个其实是法国的一位医师 他是阿门出手 一个叫出手的 非常有名的一个医师 那他在19世纪的时候 他提出来 就是如果无缘无故的 四肢上肢或下肢的血栓 血栓 最典型是上肢 没有特别理由就发生血栓 他认为是一个恶性肿瘤 那在那个时候最常见 比如说胃癌 胃胀肺癌等等 他在提出这个理论之后的两年 他自己发生了 一年多 那结果后来真的就证实是胃癌 所以他不到一年 差不多一年左右就死掉了 所以他提了一个自己预测自己的病 所以变得非常有名的一个公案 我们把这个名字出手 因为这个名字很难翻 那但是在法语的意思就是嫁妆 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嫁妆 是这样来的 真是科普 我其实也不太知道 我以为嫁妆只是说 这个新娘就是原发性肿瘤 然后嫁妆 是送你的 对对对 原来是这个 有学问 听这个节目记得要多选 你要学到法语 出手就是嫁妆的意思 好 那其实在 所以这个血栓症候群 这个应该也是跟 是肿瘤直接转移过去呢 还是某些因素 使得血液浓度变浓一点点产生的 我想好奇是这个 在早先 他们认为是 肿瘤会分泌一些粘液 所以大部分是粘液型的肿瘤 这粘液会引起血小板的攻击 造成血栓 那后来发现 这种的其实会释放 是一个叫组织因子 叫Tissue factor 那个会造成 那比较现在会知道 很多特殊的致癌基因 或者驱动基因 它本身就比较容易 那所以这些会发生血栓的 通常我们就几乎比较容易猜 可能就是拿几类的 这种驱动基因 比如说Keras EGA8也会 那像MET MET 这个基因是很早就知道 它比较容易引起血栓的 对 这个我以前常常讲 这很像团伙犯罪 大家不要认为 每个人都是一个犯罪 好几个人一起犯罪才有 那我想接下来直接跳 比较听众可能想问的 就是如果出现比较 刚刚提到 不论是驾状症候群 或者是比较后期出现的症状 直接问 就肺癌第四期 以目前来讲 大概survival time 就是还可以活多久 第二个叫survival rate 有多少比例的人可以活很好 因为我刚刚有跟那个赖富聊 他们现在治疗比以前好太多 所以所谓的第四期 我先讲一个大概概念 以前我们的第四期 大概存活率都15%一下 我想听听看 肺癌第四期目前有多好 是这样 如果在20年前 就是千禧年之前 那第四期通通不治疗 大概平均就是4到6个月 那超过一年的机会 大概10% 对 那后来慢慢有药物治疗 超过一年的机会 可能有化学治疗的时候 第三代的可以到40% 那就比较高兴了 上次那已经多4倍了 那慢慢等到有 那都是一年 主持人那个凶活率 刚才讲的是5年的 不是至于 对对 因为我们一般讲这个 所谓的存活率是用5年来算 5年 所以肺癌很凶 那这是1年 用1年来算 那慢慢第一种 不要把开始大家成熟稳定使用的时候 就可以到2年 那现在如果你要问存活率有多少 其实不会统称多少 因为你的是哪个基因 你的就不一样 比如说OK这个基因 你如果是这个 那你就可能有5年7年 那你如果是预介发 这个已经有到第三代的标靶 可以克服抗药性一部分的时候 那你就有机会超过3年 那有的才刚开始起步 那可能就是差不多2年 那有些还没有了可能就1年多 所以这时候我们所谓的精准医疗 我们就会把你分的很清楚 算命还算得准 算命会算得准一点 那其实因为听起来其实很promising 就是从以前一年就算勉强称了 现在3年5年 我为什么会特别问 其实我身边有很多同业前辈 其实听到肺癌都第三 其实已经转移出去 一定是第三第四期 隔两年我看还在 我就不好意思问 因为我们以前观念很不好 人还好好的 但是可能那时候做标靶资料 不然我治疗毕竟有时候 气势还是比较差一点点 但是健康活力都还不错 都还不错 我就觉得到现在都7年了吧 其实但还一直在治疗中 所以其实这个治疗是还蛮特别 他其实不一定会痊愈 就不一定会痊愈 但是其实可以好很多了 肺癌从原本可能存活率4到6个月 然后现在可能已经可以变到 可能3年5年 甚至7年这么久 那基因检测是不是真的是一个 真正走向精准医疗的一个重要的工具 那我就想问啊 那他在肺癌末期的治疗当中 他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现在是非常重要 我们大概在差不多十几二十年前 开始知道第一个有药物可以治疗的基因 EGFR这个基因之后 那时候很简单 你验有没有有就吃一个药 那这样就可以 那抗药了那就结束 抗药就没办法 就一种选择就是左转右转 有吃还不做没有 就跟以前讲 这个是差不多约略18 20年前 那但是后来我们慢慢越来越清楚 我们开始有第二个基因第三个基因出现 那我们就发现你不同的基因用不同的药 非常的差非常多 那当然我不是说化学治疗都没有功能 有些他还是延续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可是有些人就没有办法承受化学治疗 比如说他的年龄真的太大 肺功能真的太差 我们有碰过在定序 还没有那么先进的时候 那个肾功能也不好 那几乎被诊断之后 也没有现行的标靶可以用 那几乎就是很快 大概预期就会不行 那这个刚好在次时代金定序刚开始在进入台湾的时候 那我们让他做意外发现一个很少见的基因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MAT 那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个N匙的药物 他可以来使用 那我们就给他用 这样子他又活了三年 所以这个非常让我也非常的惊喜 这三年是健康快乐三年 还是很不舒服的三年 这不太一样 我们叫健康余年 这很重要 他其实从本来背痛完全没办法躺下来 他甚至做断层都要打麻醉药 才能进去做 到他都可以站起来 自己上厕所 老人家八十几岁 所以那个生活品质跟照护的成绩会差非常多 所以我们知道标马治疗的时候 你在治疗的时候 不认识你的人是不觉得你有病的 所以你如果能够找到你适合的基因 然后有适当的药物 那其实你的整个生活品质 或者是对社会贡献 其实又可以提升 那这个是差很多的 听起来是真的很不错 因为我刚刚为什么特别问 我们看过太多 人家说好死不如赖活着 我觉得现在好活比较重要 要死得其所 那听起来治疗的成果 以及生活品质是很好的 这个基因检测就很重要了 其实我知道 国家其实还做蛮多事情 因为健保局也有很多的一个福利在 健保署最近有在讨论 要把那个次世代基因定序 简单讲就是要精准的定位 你到底是属于哪一个 符合哪一个条件的 要纳入给付了 听说这是真的吗 我非常高兴看到这个事情 听到这个新闻 那也很期待他明年会变成真的 那确实现在在进行中 那非常感谢我们健保署 他愿意把这一块变成说 我们的国人不用负担那么大的费用 那当然是把先前有一些基因检测 个人的部分 因为大部分很多都要自己花费 那真的能够用健保来部分的支援 那这个目前学界 我们专门做这个肺癌的部分 也正在讨论这个项目 那目前当然是以最实用的 可能有药物可以治疗的基因来为主 那预计很快如果能够有一个共识 然后把这个基因的项目能够定出来 那有机会希望能够明年就能够让国民可以享受到 让我们的国民可以使用到 可能因为听众我们听众有很多水准非常高 当然有人会说 这要用国家的税再去交这笔钱 可是我们整体医疗的经费的预算里面 假设花这笔A的钱 可以省下更多B的钱就划算了 因为你如果不好好让他治疗 其实后续如果在医院延长就医 其实他会让医疗资源会占据要更多 那我们赖赋这边我再问进阶一点 我相信所有给付都是有初阶版跟进阶版 那听起来次次代一定会有个基本款的给付 那有没有更新版的 比如说套装组 我们我们富产可以常有 我们叫做以前金晶晶片的1.0版 2.0版3.0版 他会不会越检测越多项 然后费用一定是越高 国家给付的条件是怎样 那顺便难得专家来要问一下 是我们次次代金定序的检测项目 确实有不同的大小 比如说基本的可能有十几种的 那就是基本就有十几种啊 十几种因为你目前已经有药物可以治疗的 那当然也有更大更大的 可能四五十种五六十种 那最多 我打个岔肺癌基因 involved的这么多种啊 对那现在我们一般在讲所谓的comprehensive genomic profile CGP 这个算是大片的 大片 大片 大概就可能是四五百种 那这里面 全方位了 不是只有肺癌了吧 这个 对我们可是事实上有一种叫agnostic 就是他有些基因是在其他癌 可是在肺癌 或者是你在肺癌 在其他癌也可能发生 那这些在治疗上也可能有效 所以在很少数的病人 我们可能用这方式才能找到 这种特定的基因 那一找到他可能差很多 那事实上我们人体有两万个基因啊 所以这个也才一小部分 那这个是费用当然就会有差别 那健保现在当然还没有办法全部的给付 那我们也希望说 当然这是看国家的经济状况 那如果不行 他希望有一个更好的配套 那可以付得出的 他可以额外再补这些 所以健保给付一部分 有没有可能民众付差价 升等到comprehensive 目前会有这样的计划在努力 因为我们知道健保 他的法规里面是不能部分负担的 不用部分负担 所以他必须要解决这个部分 那民众也许再多付一些钱 那他多到一些基因的一些资讯 就可以预测 哪些药物用的可能效果稍微比较不好 哪些会比较好 所以呢总结一下 我们来看看 当然我们是癌症的一个研究员 我们都知道所有癌症 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得爱 但人生很难 那第二好的方式就是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 那第三个就靠学解 就算晚期发现 但是也有不错的治疗方式 那治疗方式可能我希望大家有个观念 有时候疾病即使没有好 但是也不要太绝望 过得好会比较重要 那我其实想跟大家聊一点 就是如何跟疾病和平共存 那过好当下的生活 好好享受自己努力的成果 这个很重要 钱呢 我每次都聊 钱自己赚的钱要自己花掉 才算数 给儿子女儿那叫遗产 遗产你以后看到都是金座 只有烧个金子你还用得到 但我不鼓励大家把钱用完 而是说你如何不论生病与否 就好好享受现在的成就 这才是最重要的 今天非常感谢赖医师的精彩分享 也谢谢宝人 谢谢婉欣 还有谢谢健康问良医的观众跟听众们 是的 我们每周五晚上八点 良医健康网健康问良医的节目 会准时播出 别错过跟你我有关的健康新知 记得哦 你只要听了这一集 你就会精准的得到你要的知识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 拜拜 不想错过健康问良医吗 欢迎订阅良医健康网的YouTube 和Podcast上周吧 期待你我在空中相会哦 拜拜 拜拜